来 大家好 我是涛子 四百里 大家好 我是我女海米 四百里 大家好 我是李 四百里 大家好 我是蒋 我们又来给大家分享视频了 昨天的视频给大家就是说那个哥嫂子马上要回老屋了 然后带着哥嫂子去我们那个县城的那个电器店里面 当买了点那个喜欢的电器 但是昨天那个视频发出去以后 好像那个评论区对我们不太满意 就是意思说那个赚那么久了就买了两个那个锅 哎 还有就是说问来问去 结果还是提了哈特也没有买就买了这么点 这东西就是淘子简单说一下吧 哎 因为这个空气炸锅这东西不是说他们自己比较喜欢吗 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哥嫂子来这边就是经常用这个做饭吃 他们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买了两个空气炸锅 然后电饭宝呢就是我们家里我说过有一个新的 咱们直接带过去就行 其他的你像就是我感觉 嗯怎么说 因为有的东西在老窝也买得到吧 不一定非要在中国买 你这么愿 买了以后 你不一定能带过去来 因为东西太多太多了 带不过去也麻烦 有的人说快递 那快递的话 你真的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快递费 它比那个自己那个物品的一个本身费用都还要高了 所以说我们有的东西到时间在那个老窝去以后 他们有家有需要的 能买到我们在那边也就买了 毕竟现在老窝那边就是 我们中国人卖电器的也很多很多 啥都买得到 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这样说 主要是还是要好好挣钱啊 有钱了啥都有 像草子昨天说的一句话就明显能感觉到 说是他们为什么不在老窝买 还是舍不得是没有钱 不是说老窝没有 是他们自己舍不得这个事情 也就是大家那个去理性看的这件事情吧 对不对 我给他们买这个 也真的是感觉就是他们来这边这么久也 啊 嗯 回去以后 给他们带点东西以后留个纪念 给家人也一个惊喜吧 所以我不买真的也没关系啊 是不是 包括我也说过 到时间回去后给他们那个会 包一个大红包 相信这个红包也会让他们非常的满意的是吧 好那个过去的事就过去的就不说那个了 我们现在说一下今天视频的一个主题 就是现在我跟蜜正在商量哥 嫂子回去呢 我们肯定是要送回去的 是啊 目前的打算是开车回去 说为什么开车呢 可以了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我跟蜜就是之前说好了 过年回去的时候我们是坐飞机回去的 然后也没带啥东西吧 去了以后感觉比较寒酸啊 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小孩子 给人家都没有淋湿什么都没有给 所以这次我说要哪怕累一点 我开个车去给他们多拿点东西 啊去了以后 好事的啊 对是就是啊就是个好事 但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又是 蜜因为这之前今年在老窝待了三个月了 啊在中国现在就是生活嘛 也只能生活九个九个月 所以就是今年蜜是不能在老窝再去生活了 因为现在蜜他还没有我们中国的绿卡 我们想的是要申请绿卡 然后啊就今年对啊 申请绿卡 然后连续五年 今年是而且是第四年啊 明年再待购一年 五年以后就可以去申请了 虽然说目前是个未知数吧 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那种 啊就是外国媳妇来中国好多年了 有的八年的十年的说 已经很早能拿去拿那个绿卡了 但是一直也没拿的拿得到 啊这个也就是还是抱一个幻想 至于能不能拿得到这个东西 我们后面再说 就是目前就是打算是我一个人 呃开车啊送哥嫂子回去 但我有点担忧 因为之前就是都是和蜜一起回去啊 很多就是蜜可以去做啊 包括就是说话啊做事很多蜜可以去参与 但我一个人回去以后我不知道和他们的一个交流相处 能不能交易到来相处的来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说老话没有去学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这样你就是先问一下哥哥嫂子啊 如果你不回去我一个人送他们回去啊 到时间我去你家以后 你感觉我能我行吗 就是说话呀还有这个 相处这些能不能交流的来 那不行嘛你看我不在家一天你 给我爸爸妈说话的时候也说不来 那要么就只能那样了我回去以后 凡事都要给你 打视频电话 让你随时翻译 不管说是生日常生活 还是拍视频 都是要给你打电话让你来要做这个翻译的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你说去以后找个翻译行不行 哎叫什么哈哈哈 不找 那就要给你多打电话 你来你有三四条一给我打电话就可以来呗 但是你知道拍视频没那么容易呀 那拍视频你一边拿手机一边给我 发个视频 有什么想说有什么想问 你可以在里面问 在里面说嘛 这个反正想想都困难 困难呀没办法呀 谁不想会呀 那个是我老家呀 啊那家也想会 对瑞卡也想要 那我有啥办法这种 可真的是没办法 两者不可兼得 对呀 你要这个的就那个就不能要了 要那个的这个就不能要了 是啊 那就要么先这样就是暂时定下 你在家 啊我先那个 我一个人送哥嫂子回去 哎呀我也不想在家 我怎么害怕一个人睡觉 害怕一个人睡觉哈哈哈 那也少就是和蜜 你从结婚到现在 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分开过吧 如果说这次 你一个人在家我送回去以后也是 真的是第一次两个人分开 看 虽然说回去时间就是不用再太久 但是如果开车的话 你来回路上的花的时间太多了 啊来回路上可能最少的一个礼拜 你再去那边 我先不多说那也得将近一个礼拜嘛 嗯那也得半个月就过去了 哈哈哈哈 行吧没事啊 先这样定吧 那你没办法 行不行 就只希望我过去了以后 一切都送礼 行不行就是不管说什么 啊作字媒体啊还是就是跟家人的一个交流 啊到时间你也希望多辛苦一下 我那个 随时 需要你呢给你发视频打电话 你就要 接到然后去就是翻译一下他们说一下 辛苦辛苦下 等于这个交流是 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交流不来了你啥都做不了 是不是很主很很很重要的 那嫂子是快回去了 现在 归心四见 啊也特别的着急了 因为现在在我们家 确实也没啥事做 啊每天就跟我们一起拍拍视频 晚上直播一下 这样玩一下 消磨一下时间 本来想带他们出去玩一下 但是这两天这天气啊 但是太热太热了 我嫂子现在他也怀孕 真的有时候不适合去 去玩去太累 去消耗他那个 一个一个自己的身体 在家还是文武当文武妥妥的 把最后的这段时间 嗯 去 在这边中国的中国之礼吧 完美结束 行不行 行 那这些视频分享到这了 大家就是观看视频呢 也可以就是 替靠子跟蜜想想就是 一个什么的方式能够 就是最好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的 想法 有点头大 我们我们的粉丝还是 怎么说 什么样的人都有 脑子聪明的 智商高的 点子多的 都可以给桃子个蜜出出主意 看一下桃子这次 就是回去以后 怎么样能够最好吧 是不是 好 这一片视频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观看视频 多多点赞 评论跟转发 下期见 拜拜